指甲增長速讓你的手變嫩熟 只要將手指的乾皮修剪乾淨 就可以讓手指看起來更修長 大家好,我是明旭老師 今天要教各位的是指甲增長速 指甲增長速是最基礎的指甲保養工作 藉由修剪指甲上的乾皮組織以及老舊角質 除了能讓手指看起來更修長、更水潤之外 還可以提升凝膠指甲的持久度喔 使用工具有 指甲增長速我們進行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進行指甲長度的修剪 正確的修剪指甲的方式呢 才能夠讓指甲保持健康的生長 首先我們使用指甲剪的部分 當指甲修剪的時候呢 我們注意指甲不移剪的過短 以免影響它後續的生長 等到修剪完畢之後呢 我們接著開始使用磨棒 使用磨棒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修剪長度 接著呢 注意到指甲兩側的側直線 修磨整齊 第三個動作 是將指甲呢 整個弧度給修順 修完一支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進行下一支指甲的修磨動作 在修磨的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確認指甲的形狀是否一致 接著修磨完畢指甲的長度修順之後 我們今天要操作的前置方式是採用 磨甲機快速前置 今天呢會運用到 多種磨頭 來進行前置動作的操作 首先呢 會使用 十一磨頭 操作的過程呢 會運用磨頭的 本身上面的顆粒 以及磨甲機的轉速呢 來將夾上皮角質 以及夾上皮給推起來 接著我們就可以準備換第二個磨頭 我們運用六角磨頭 獨特的設計 將指圓口袋 也就是指甲 皮與指甲 甲面本身的縫隙 把它做出一個視覺上的效果 做出一個分離的動作 我們接著要使用第三個磨頭是 去剪去硬皮磨頭 它的目的是用來去除指甲兩側 因為經常摩擦 而導致產生的硬皮 透過去硬皮磨頭 我們可以讓兩側的硬皮 消除 讓手看起來比較水嫩 接著我們就準備換下一個磨頭 接著我要使用的是錐形磨頭 它可以用來清除指圓兩側的 指甲裡面的硬皮組織 我們運用它 比較細長的特性 可以深入指圓兩側 將裡面的硬皮組織給 徹底磨除 讓指甲看起來更修長 讓指甲看起來更修長 更乾淨 我們再次使用實印磨頭 將夾上皮及夾上皮角質 推起來推得更徹底 當我們夾上皮及夾上皮角質 推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使用乾皮剪 來進行上面的乾皮的部分去除的動作 我們剪乾皮之後呢 再檢查一下有沒有還沒剪乾淨的地方 可以再次把它稍微把它修除乾淨 讓我們之後手指變得更漂亮更修長 這樣子乾皮就已經去除完成 收尾的時候呢 我們還會再用一個小圓模頭 進行做收尾 小圓模頭它的細數比較細 可以用來修除毛邊 讓指甲長出來 比較不容易產生一些小稻刺 當我們已經收尾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拋光 那指甲拋光 我們需要用到海綿拋 以及拋光條 首先我們先使用海綿拋 海綿拋拋光的部分呢 我們是盡量讓它指甲上面的波紋消失 這樣才能使接下來的拋光動作 能夠順利進行 並且讓指甲出現光澤 接著海綿拋用完之後 我們要使用樹枝更大的 然後更細緻的拋光條來進行操作 使用拋光條操作之後 指甲慢慢有了光澤感 但還沒有結束喔 拋光條之後 我們還要使用白色這一面 來進行打磨讓它發亮 拋光完成後 指甲本身 猶如上了一層指甲油的感覺 上面出現了光澤感 進行完前置保養之後呢 指甲會變得比較水嫩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需要上一點指甲油 讓客人的指甲可以比較滋潤 我們可以一次上完指甲油 我們上完指甲油之後呢 將指甲油 滋潤指圓處 當我們做完以上所有的步驟之後 就完成了我們前置保養的動作 指甲增長術 可以說是首部的基礎保養 也是進行各項凝膠指甲服務之前 最重要的基礎步驟喔 各位同學 這個基本功 絕對不能忽略喔 如果大家留意到시면 我們來找獲到 就這樣 我們來找獄 你們 我們來找獄 看一下 我們來找獲 那麼要求 我們來找獄